我是廖生展华美協助社教育主任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华美協助社 欢迎咱们人文学会的会员 来参加我们今天组织的活动 五月斑南石 涓鸿东人文 这次活动呢是得到了文化部 外联局美大处陈处长 还有这个中国处纽约总领馆文化参赞的 这个理探论的支持 非常高兴你们两位也在这里 而且从今天上午的活动 一直到下午都跟我们大家在一起 我们也很高兴华美協助社 人文学会跟北京当代艺术基金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 能够把中国的作家邀请到纽约来 跟大家有这样一次见面的机会 所以特别高兴的是越岩博士 今天能够作为主持人 和我们的作家一起加油 那么我就不耽诺大家的时间了 让越岩博士开始 谢谢选长 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五岩博士 可能选会做科 是不是也可以不用 如果不用的话可以 可以不用 我也不用 因为我好多不用 比如是大老师出现了 我的嗓子比较大 可你不用 那么我在设计这个活动的题目的时候 我就在想怎么样写这个讲座的这个题目 最后来呢我就把它写成 我们岳翻蓝石 这个捐红歌人 这样呢我就把我们三位作家的名字 还有这个华美语人文学会的名字呢 写到了这个题目里面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意象 红娟红大鸟 然后呢来一起畅谈文学 所以呢是最高兴 那么最近呢 我觉得天气特别的不好 我们知道很阴冷 但是今天终于转暖了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三位有魅力的女作家 来到我们这里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天气和好的心情 谢谢 我们先对三位女作家表示一下欢迎吧 那我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梁洪 梁洪老师 梁洪老师呢 他既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既是一名学者 那么也是一位作家 那么他发表了很多的这种文艺评论 那么他的这个专注于的是新当代文化的研究 非常注重这种写实 幻写实的这样一种创作 所以他从2010年 首先发表了这个 这个叫中国在梁庄 这部小说 然后后来呢又发表了 《初梁庄记》这部小说 那么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那么从这两部这个作品的名字上 我们可以看到梁庄是相同的一个关键题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的梁老师是河南梁庄人 对吧 所以呢对自己的这个家乡 对自己的家乡人有一种特别的这种 亲近的感觉 而且呢作为一个内部人 就是家乡人然后来看自己的这个村庄 看自己的家乡 看自己的家里的人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又从一个又站在外部的视角来出写这个作品 所以呢是一个特别深刻特别立体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那我们知道一般这种半写实的作品都是给人的话题还是有点沉重的 我觉得像余华老师的这个《活着》啊什么都是这种 因为他如果半写实的话 这会让人有一种 揭开了你手上的那种床子贴 然后可以看到伤疤的那种感觉 那么梁老师的这部小说里面也是这种忧伤啊悲痛啊都是充满着这个全书的 那么您当时是怎么样想起来要这个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写的这部书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经历 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过来请问我们几个小的协调 其实余华老师他的活着不能说是半季实人 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相对限制主义的一个小说创作 我的可以称之为季实人 但是就是写法是非一样的 并且即使是即使可能面对同一个生存的场景 大家其实观感也是非一样的 我自己为什么看梁庄可能有这么大的情感 也是因为梁庄首先是我的梁庄是我的这样一个家乡 我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年 这是我的童年少年一书中开始 一直在那儿 我十五岁读中专 当时当时要师范职项 也是在县城去读 然后与我们家也比较近 所以然后这个师范毕业之后又不到家上教书 就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在 就是使得你对那一种生活有那种比较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了解 但其实就是写梁庄的时候 也是我自己去去了二十年 然后去去教书 然后工作生活 然后再回到梁庄 那个时候 情感和原来的那种情感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你你远离了它 虽然你也知道人在老区 你的叔叔什么都在老 但那种老区是不太清晰的 你以为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岁月的流失 但是当你真的回去之后 你发现其实所谓的岁月的流失 是一个特别托乱的说法 因为岁月的背后一定是有这个 有个人悲欢离合 有社会的 有个人的 甚至包括政治的那样的东西 它都可能渗透自己去个人的命运里面 然后促进了梁庄这样的生存的场景 所以我自己回到梁庄之后 其实有一种忍不住的一种悲伤 这种悲伤在某种意义是矫情的 就是因为你远离着它 而生活的其中的人一直在生活 可能对他们是一个自在的 自然的生活场景 但是对于你这样一个离去的人来说 你突然间有一种震惊之感 这种震惊我觉得一方面是矫情的 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有某种真相在里面 因为当你用外部的视野来看待 你曾经熟悉的生活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身在其中人看不到的场景 所以写梁庄实际上我是非常矛盾的 所以一方面我自己可能是有一种 有一种外部的那种 就是有点悲伤的那种情境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断地告诫自己 你不要这样 因为你是把你的视野强加到 你的亲人的生活之上的 所以在这两本书里边 其实我一直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拉扯 一方面我觉得需要这样的外部眼光 因为它可以多一个空间 能让我们 能让读者能感觉到 作为一个自然的梁庄 它在这样的社会进程里边的一个处境是什么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把梁庄内部的生活场景敞开 让大家看到他们自在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任务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任务 两方面都呈现出来 一方面是我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 外出的一个知识分子看到的家乡 一个归乡的女后看到的家乡 另一方面是一个自在 自然自在的一个家乡 所以写这个 就是我写这个梁庄的过程之中 一方面是跟自己搏斗的过程 但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的深入到一个 一个村庄内部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在里面写了很多故事 我的叔叔啊 我的婶婶 我的奶奶 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吴奶奶 我在两本书里面 在《中国电脑》里面也有她 在《出床庄》地里也有她 因为她是一个大家族 以她为中心 然后她的儿子们 她的孙子 就这样一个家族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奶奶本人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乐观的 像弟母一样的乐观 善于四朝 然后也非常健康 满头白发 紫糖死的脸 这个脸庞 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非常健康的 我也知道她经历了很多事情 比如她的孙子在河里面淹死了 然后她自己搬到河里面的茅草屋去住 所以像这样的故事 可能抽出出来之后 变得非常的悲情 是吧 但也没有办法 你跟她聊天 实际上她是一个 我认为在中国的农村里面 所有的农民都非常乐观 你跟她聊天 全部是哈哈大笑 在笑着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在第二本书里面 我自己忽然发现 我选择照片 然后我跟她们说话 所有人都在笑着讲她们的故事 但讲什么呢 讲的故事内容是你觉得有点不感到的理由 因为她们在讲打架 在讲怎么去拿着棍子砖子去跟那些城的人去争取自己的空间 这种东西就是她们为什么笑 就你为什么你又笑不出来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也恰恰是中国社会这样一种 我觉得就是一个分店的一个 一个社会里面所特有的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境 然后我都不能这样 她给我讲她的孙子的时候 她的孙子在河里边淹死了 而我们那条河呢 曾经是一条大河 就是那个我们小时候是波涛汹涌的 我们村庄还涨水 然后我们下村被沿我们的村庄都被倒灌进来 我小时候经常是我们的厨房就被淹塌了 然后我们家就是这边漏水 然后这边的做饭 然后但是呢 等到我在回去的时候 那条河几乎是干枯了 已经断流了 那么剩下都是一个个像漩涡一样的 那样的一个 就是因为它要挖沙嘛 因为我们要现代化建设 什么叫挖沙 然后河里面就是一个个大的漩涡 然后我们奶奶的孙子呢 就一下跳进去就被冷水击死了 因为它没地方 它这个大漩涡 就是那种非常危险的暗流嘛 所以我在跟他聊天 因为他家离我们家非常近 小时候我们也非常的亲密 然后当他讲到他孙子的故事的时候 他突然间不能笑 就是虽然也过去了很久 所以他突然间不能够再自嘲了 我是觉得就是当后来的写作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一方面要用他的字数 所以我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人物的自主理中心 就是我来到他家 然后这个自老家里面跟他聊天 然后呢是他的一个怪物的描写 然后呢是他的一个怪物的描写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人的 就是这个老乡的一个画 嗯 就是 所以我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微妙的 就是他突然间不能够再笑着讲他的一个 所有的命运 他很飘忽 然后就讲一个地方也讲不下去 我觉得还是这个 就是一个写作者可能 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种瞬间的变化 这个提醒给大家看到 就是即使过了那么久 依然 依然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依然是他最 最 最没有办法去 去承受的一件事情 那后来就是在写这个第二本书 叫《初遥忘记》的时候呢 我又去采访他的老子 也就是他的孙子的父亲 然后 就是 就是 他们是在青岛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青岛 什么时候 山东 是吧 山东青岛的 一个这个 焦州湾的一个特别天气的村庄 就是中国农民出人大户 从来不会是大城市的 所以每次跟他们的街头 是特别有趣的 但时间也很有意味 就是 怎么也找不着 就是我在北京啊 然后在西安啊 每次街头就是一个大故事 你找不着他说的地方 然后就是 然后我到了他那个地方 发现是在一个最偏远的一个最老的房子里面住着 然后那房间里面充满了那种发霉的味道 然后我的叔叔 我也十二十几年没有见他们 当年我的审人是私奔到我们村庄的 然后他们俩经常打架 然后火爆洗洗 但是这个朝头打朝尾就好了 但我一见那个审人的脸整个都僵硬了 因为他们是在电渡场打工 电渡场重污染的一个金属污染 我在这儿住了有八天九天时间 我跟我的审人住一张床 然后这个美剑王 我发现他一动不动的 呼吸非常的轻微 我感觉他没有睡着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咱们聊天吧 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 就是自从宝儿死之后 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 这个宝儿就是死到这个儿子 我就在想 一个农村妇女 白天我们也不敢提嘛 我们也不好去提 所以夜间 突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突然间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他一直在 在他胸中在翻腾 没有人能讲 他一直上个儿子就可以讲 但是没有人去跟他讲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讲了他 怎么样听到他儿子死去 然后怎么 所以讲了非常多的他的心事 他的那种 怎么样再生第二个儿子 我觉得这样的故事 就看起来非常的悲惨 然后也很难过 但其实当你把它剥离开来 你会发现 这是中国 我可以说北方的村庄吧 南方可能不太一样 是中国当代北方村庄 一个最普遍的现象 老人在家留守看孩子 然后这个中青年在外打工 就这样一种情境 这种悲欢离合 我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震惊 但其实极其的苦 在村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是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来写这样一个所谓的 最继续的作品 虽然梁庄这个名字是虚构的 我们虽然定不下梁庄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本人是一种很大的教育 所以一方面它使你看到你 你的内心 你的身边的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 使我能够对我们 这样一个时代下的一种人的存在 有一个最广阔的了解 我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在 我觉得这个他们在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思想的冲击 我以后不管写什么 他们都在那 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底色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这两本书 被别人知道了我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对于我个人来说 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长过程 也使我以后的写作 有一个特别扎实的一个基础 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 不管是计时还是不计时 这些人在 我觉得我都能跟这个时代之间 可能保持某某张力吧 好 先生说这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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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像从您这个村庄里走出来的 像您这样的设计者都能 也挺有的 也挺有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出良妆季 就是说记录了这个良妆人 出门打工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们的这个命运好像也不是说 去这个挣了钱呀 然后得到认可呀什么的 好像出去以后也过得也不是很好 那您觉得通过您的这些调查 或者是跟他们一些访谈 您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个 在村庄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走出村庄就打工了 然后才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是 这些什么有能造成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像我这样的 好像是那个上了大学 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每一个市场都有 都占了一小部分的一个群体 但是我自己当时在写字的时候 我把贴定 我去考察良妆的农民 就是农民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 其实不值得书记 因为我们是既得利益者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获得了一个安稳的生活 但是农民 就是比较良妆的农民 就是他也不是说他没有钱 实际上我们说 从一个最泛逸来讲 这么多年以来 良妆的农民也过得还不错 但他们失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考察的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当你刚刚说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可能也不幸福 是吧 可能也有很多问题 是吧 每个人都有不幸福 这是一个特别犯化的说法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中国农民的幸福和不幸福里边 包含了逻辑 包含了社会的这种机率 和这种各体生命的状态 是我们这个时代 时代里面最尖锐的一个冲突 也是能够体现出这个时代内部 一个最大的或者最深的一种逻辑 我们的制度如何 我们的制度里边的人 他怎么样来看待自身 他怎么样来看待人跟他人的关系 所以在中国农民问题上 我觉得是最能够体现出来的 当然我们把文学问题化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我也不想把它特别的问题化 所以我在写的两本书 都是以故事为主 我还是希望展示出一种 人的这种命运的形态 通过这个形态来 来辐射出一种社会的形态 只是一个相关联的任务 就是一个最本质的任务 我对您的第一本书 就是叫《中国在梁庄》 这个名字其实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就是说中国那么大 然后呢 就是你的定义 你的这个focus的这个点 就是在梁庄 然后就是想通 可能我想也是想通过一个 典型的村庄 然后去展现很多村庄的共通性 或者是怎样 您当时是怎样想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其实根本就那么大 我觉得谁也不能够代表中国 这是肯定的 中国在梁庄 我觉得只是说 因为在梁庄的这种 这种小小的村庄里面 可能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一个 一个样态为一个 至于为什么中国在梁庄里面 完全是一个偶然 因为我写梁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来比如一分钟 也没有想过中国这个词 我想写的就是我家庄的一个故事 但是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 可能你看到这条河 你突然想到了无数的河里面 后来我也是因为这本书 然后出去有一些活动 然后很多读者 特别这种讲 我们加上那条小的什么什么样子 包括像南方的孩子跟我讲 说我们小时候可以抓那个鱼吃 是吧 现在鱼也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 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村庄 而不是说 中国只在梁庄 可能中国在每一个村庄 每一个人心里面 那个童年少年生活的地方 所以其实没那么大 非常非常小 不过村庄确实是能反应 村庄的话您确实是能反应 现在中国特别急需要 那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谢谢 好的 那我先请梁老师稍微的休息一下 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沉重 我们讲到这个 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颜哥 颜哥呢 我第一次看到他呢 是在网上看到他的照片 那么我当时就对他的这个大眼睛 给吸引住 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很大 而且不是那种空洞 而且是那种 就是好像会说话 就是他好像是对这个社会上的那种 新奇古怪的一些 就是充满的好奇啊 然后是用眼睛去捕捉 然后又通过眼睛去传递给别人 好像不是通过手去写给别人的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解读 对不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写作的风格 有一点点那种精灵古怪的那种想法 所以我觉得他的眼睛会说话 非常的好 那颜哥呢 他是非常怎么说 是我们八年后的那个作家 但是很早就开始创作 十五六岁就开始创作了 那么到这个三十岁以前 就已经出版了十本作片 是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那个年纪不大 但是成就很高 年纪不大成就很高 我就想问一下 那您这个颜哥是您的笔名是吗 嗯对 您的这个名字是叫 戴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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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您在这个家里面受到的这种 文学的熏陶和这种家庭的影响 您能不能说一下 对 我们家里面就是这样子 我其实我经常抱怨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本书叫做戴月行 但是戴帽子戴月是月亮的月行 就是行怎么行 来源就是 陶渊明的归月天居 真心里头会戴月何熟归 所以戴月何熟归就是戴月行 然后我们家里面 人给我取的这个名字 是因为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作家 就是 当我出生的时候 我的奶奶她是一个诗人 她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然后她觉得 以后我要是可以当作家的话 那么这个名字就可以用来作为我的笔名 所以你大概能够通过我的本名 想象出我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分别 然后我们家里边人就是整个 extended family 有诗人 然后各种各样的 有诗人 然后各种各样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小说家 或者没有一个作家 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就觉得说 这个人要成为我们家里面的作家 然后他们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叫做戴月行 其实戴月行是挺特别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从小到大的时候 但凡是上学 从小学到大学一路 老师只要是看见画名色点名字 一定会点我的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因为这个名字受性的折磨 因为一般你第一次上课 因为老师会提问 因为都不认识 然后说今天第一节课下来 第一天上课下来以后 老师说那个同学留下打小一下教室 我就肯定会给点名打老教室 所以我从小到大 因为这个特别的名字挺受到别人的关注的 有时候特别是在看名字的时候 我就非常讨厌这个名字 而且我也很不想成为一个作家 所以其实颜哥呢 他只是我的榜名 他并不是我的名字 就最开始颜哥这个名字 是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上网 他是我的榜名 后来我就开始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直想起来 觉得挺荒谬的 就是我从小到大 在我们家的一个非常浓重的文学氛围里边长大 我们家的文学氛围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是聊古诗词的 聊到动情处全家人握手 就流下眼泪 很小的时候 我很非常小的时候 每天没事干就跟我妈妈一起背诵词 然后也是 就我们家的人都很容易动感情 然后背什么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死两次难忘 那个时候我非常小 我妈妈就 我大概就是十岁以下 八九岁 我妈妈就跟我讲这个故事说 苏氏的老婆王府死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什么叫做十年生死两茫茫 然后我一直讲我都要哭 然后就 就跟我讲了这个事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 我完全不懂得很小一个孩子 然后就觉得苏氏和她老婆好可怜 我就跟我妈在家里面抱多痛哭 我爸爸下班 我爸爸下班回来以后 就看到我们两个就是哭得很惨的样子 说怎么了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那首词写得烫 就我是在这样一个家里 更为长大的 所以我非常 一是我念大学的时候 非常不想念中文系 二是我后来 其实是很不想当作家的 但是很荒谬的就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不想念中文系 于是我就念了比小文学 然后比小文学 没错 就是然后 然后 我不想用单位行这个名字来当作家 于是我就用了严格这个名字 就是其实我并没有真正 就是 反抗掉我们家里人对我的这个期望 但是呢 我以我自己的非常 就是很微弱的这种小的方式 来反抗这个家族的命运 所以这个也算是 就所以我算是被我们家 就是成功培养出来的一个作家 差不多是这个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就是 但是 你那么早就开始这个创作 但是你好像没有怎么写过 什么校园题材的作品 是你不喜欢那种校园题材 还是 对 是因为你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培养 你的思想已经比同龄人要 并不是 并不是 就是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兴趣点 我小时候对 我最开始写的东西 可能是 跟古典的东西 相 更接触多一点 嗯 也是可能跟家庭关系挺 因为我从小就是 呃 我没有我自己看的书 我爸爸妈妈看的书 我就看的书 我 所以我小时候看的最多的是古文 就是 嗯 嗯 到后来 比如说像 像于华老师 像苏彤老师 然后这些 那个时候先锋派的作家 他们开始 他们的书开始流行的时候 那么 我的父母看这些书 我也看这些书 嗯 以前假平安书 废都的时候 那个书是一本大镜书 这是唯一一本 我爸爸不让我看的书 他就放到书架的最上面的一层 说这个书你不能看 我就搭着凳子 跑上去 那个时候我就很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称半年级 我就在把费都看为了很多 然后 所以我的环境 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书房的环境 嗯 我有时候觉得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 我跟我身边生活的这个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镇 是不不不不连接的 所以当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 我写的就是 嗯 我我写 我写 比如说古代的故事 我最开始就是天闷 嗯 天闷里边有很多很多古代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他问了很多问题 我就想说写一些故事来回答天闷的问题 所以 作为一个少女 可是我我我我想 我感兴趣的点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写的东西 在现在来看可能就是 就是特别的不接地气吧 就作为少年作家 嗯 就是就是 没有 就代就叫我少年作家 我就 那个时候 其实在现在看来 我觉得是一件 嗯 挺惨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在写作的这个过程 里边像 嗯 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学徒 你很多练笔的东西 都被发表出来了 然后我其实 从很小开始发表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没有没有发表出来的东西 就是但是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里面 就是很边边碎碎的东西 嗯 它是有很多 不应该发表的东西 但是可能那个时候 我非常的小 我并没有这种判断 那么其实所有的这些 被发表出来的东西 嗯 还是会影响我作为一个作家 就是说 嗯 像现在我的写作 有时候就 嗯 我觉得在我写作里边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是在使徒去回应 就是去 去反抗也好 去重新定义也好 去 去回应 就是扑管者数 它跟你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力 就是你作为一个少年作家的这种 别人看你的这种 嗯 比如说 对 就对你的一些形容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跟你自己作为个人 或者作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 的差距是很远的 它是一个青少年时代 就基本上我就是一个青少年嘛 其实青少年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 嗯 对 就这个东西 嗯 对我的写作反正 所以其实我 我 你刚才说我好像写了很多书 但是其实 嗯 我的书的差别都很大 然后大家都 好像没有办法盖 比如说你是个神干作家 我现在自我介绍 说我是一个乡土作家 因为 我现在写的 我现在写的东西 其实挺挺有意思 我 我想说今天我们坐在台上的 梁老师 李娟我 我们其实都是写的跟自己 特别接近的家乡的东西 我现在写的就是皮线 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小先生 在我青少年的时候 每天 跟他 特别隔绝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反而离他很远了 我就不不断的再回去 再重新挖掘这个地方 我现在就是写的是皮线的 写的 皮线的 这种 父老乡心 各种各样的乡土的小故事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 那您觉得到美国 都科大学做访学 或者是留学也好 那这段经历 对你的这个创作 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挺好的 就把我变成一个乡土作家 就是 又来留学了 然后变成了乡土作家 因为我的故乡带着一种痛感 就这种痛感我觉得 嗯 或者我对我 我跟我的故乡之间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物理上的 和心理上的距离感 这个距离感 嗯 它是一种痛感 归根基地 然后我觉得这个痛感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然后它可能确实也帮助我 去真正回头去看中国 就说的大一点是中国了 当然说的小一点就是我的家乡 我所熟悉的这些人的生活的状态 那么另一点上就是在语言这件事情上 因为可能当你在一个不是中文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或者你在我大多数时候 我不使用中文的时候 其实我会对中文想的更多 我会想说那么中文或者说 中国的语言文学 它是依靠着这样中文而产生的这样的文学 那么我们的这个文学里面 我们的语言在这个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这个语言本身的特举是什么 我们的语言不可用别的语言翻译 和替代的东西是什么 我把这个语言叫做不可一行 Intensitability 然后我非常非常在乎我作品里面的不可一行 因为我觉得不可一行是我们中文的最 就是内在的一个联系 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在海外的这些经验 也好学习也好生活 给了我特别多的期待就在这两个问题上 因为你的很多作品都翻译成不同的文字 那么有没有编辑 就是有没有这个翻译跟你讨论 在这个哪些方面翻译起来比较困难 我就是因为 因为当我的翻译们发现 他们可以跟我就是 他们可以很放肆地跟我写英文邮件 或者打电话 因为之前的翻译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很礼貌地跟我写一封非常短的中文信 就是讲讲讲讲 因为他不是中国 native speaker 他还是很收敛的 但到某一个点他发现说 We can talk in English 他就会发给我一百个问题 真的是一百个问题 就是不停地开始骚扰我 我就觉得说这个非常方便 就有很多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对的 我不应该跟一个作家 不应该跟翻译有那么多的交流 我的作品 我的书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的作品里面 肯定都有这种不可疑的东西 通过翻译为流失的东西 但是比如说 我之前去匈牙利 我的作品出了匈牙利版 那么我就跟我匈牙利的翻译 跟关系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不懂匈牙利 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特别好 然后怎么怎么这样 对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体验 我就特别特别跟他好 但是我跟我翻译关系最不好 就是我的英文翻译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 当时他翻译我的那个小时候 就是我们家 写的是皮线豆瓣酱 豆瓣酱厂一家的故事 里边基本上就是 我认为我写的是 非常有四川特色的中国话 但是后来被我发现 实际上我写的是 非常有皮线化特色的中国话 因为有程度上来问我说 你写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里边写一个 讲一个年轻的男人 我形容他是贝列吉尔 白脸吉尔 然后成都人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发现 其实我写的这个非常的 particular 非常的具体 所以这个你能想象 在翻译里边 它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对 所以我的翻译当时是 整个基本上 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名字 写在那个一辙上面 我觉得我们俩是合议的 因为他提完了一个 他首先是很多问题 大概有超过200个问题 在他译的过程中发给我 那么我每一个非常详细的跟他解释 解释完了有他的first draft 发给我 然后我就给他做那个editing 也不能做editing 我就给他加那个comment加note 我总共加了300多个note 整个里面 我就觉得我头会炸掉 然后他又在改改二文 然后我又给他重新改 就这个对我来说是exclusive 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为 因为我能清楚的看到这两首语言之间 以及他的不可变化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的翻译应该也是非常天狠 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 我跟我的英文翻译 就是有一种小阿爸的地方 杀掉的事情 每一天 至少我不知道他 至少我在改的时候 我是不停的在骂人的 不一定在骂他 但我在curse all the time 因为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他应该也 she's an English woman I don't think she curses 但他应该是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其实个人而言 我对翻译这件事情是很悲观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那个主办方 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他一是 他有很多很多的不可一心 但另一方面 你会发现 有时候我会被我的翻译感动 因为他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 他一定不是like literature translating 他可能是用一种别的方法 就隔山打牛以后 怎么样以后 你会发现 他从另一个地方绕过来 哎 做到了这个东西 或者他本身 他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意境 跟你想 虽然很远 虽然跟我表达的不一样 但我觉得 他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我开始用一个读水的心态 来读我翻译翻译的作用 我觉得这 这人还写的挺有意思的 他跟我的东西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 现在跟这样的翻译的合作 都比较多 然后 嗯 我觉得下一次 有一个翻译再来帮我 我就假装我只会说中文 我觉得这应该 不是一个比较好的 更好的一个文学的角落状态 对 那您现在的这个作品中 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四川方言 或者说您刚才讲的 用这种 平线的这个方言 嗯 那您觉得您的这个作品跟其他作品的区别是 只是在这种方言上的这种加入吗 还是 如果把这个方言特色的一些画去掉的话 您觉得 嗯 什么样的状态 嗯 就是所以方言这个东西是不可去的 其实我写方言或者选择这样的语言方式 并不是我自己先 就是决 并不是我自己来决定 实际上是因为 当我决定开始要写 比如说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的这些人 就是四川的一个小镇的这些人的生活的时候 嗯 我开始用普通话写 写写写 你就发现普通话写不下去 特别是 特别是你在写人物对话的时候 你写 走在这个四川这个小镇上 街上两个人 那种嘎尔 两个二流子这样的人 嗯 在路边上打台球 然后两个人对话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说普通话呢 怎么可能很 很那个的说 你这次这一局打完 那下一局我来打 就不可能这两个人 不应该是这样讲话的 嗯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就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是经过了一番挣扎 因为毕竟实际上 我从小到大 我受效语 我觉得中文应该被写下来的 是什么文化 那么我要翻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本身的这个mindset 我自己是有一个挣扎的 所以在我的书里面最开始 是只有荣誤的对话在什么方面 但使用就是比较比较有这样的 他说 比如说我说 好 我能不能对吗 就大概 其实你是能写出来的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逐渐的就好像是一个 嗯 癌细胞一样的 就 蔓延到了 扩散到了 这个作品的其他的地方 但是 实际上我自己能感觉到 我是这样的 最开始是只有一点点 最后来呢 在这个作品中 因为你发现 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的状况 日常的状况 是特别特别的贴切的 是真实的 对 然后你就开始大量的使用 但我实际上发现到现在 到目前我就又有一点 往里面收了 因为我觉得说 嗯 这个太过了 然后在 其实现在 其实我在找的是 它中间的一个 一个中间地带 就是它还是中文 它还是主动话 嗯 它的 我对方言是有一个选择的 就是我对它 我觉得是一种 在创造和在必有 嗯 比如说有一些四川话里面的词 它是只表音不表意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写下来 别人是看不懂的 比如说四川说便宜 说祥宁 那么 祥宁这两个字 写出来 不是四川人的人 是不懂的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 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四川话 我会用的四川话是 呃 写下来以后 其他人懂的 比如四川形容一个人很吵 那环境很草杂 说鸡叫我叫 那么这个写出来是什么 是鸡叫鹅叫 鸡叫 所以鸡叫鹅叫 写出来别人是懂的 或者是 而且在四川话里面 有的 有的东西 它是非常老的四川话 比如说我们的祖父辈讲的四川话 但它是有古意的 写出来非常古代 比如说 现在的人已经不用了讲 一个女孩子非常的文雅 就是我们的对比 嗯 然后讲说这个女人很姿雅 那么姿雅是什么呢 写出来是智雅 智是智气的智雅 是文雅的雅 就是这个人很智雅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 所以说现在我 我会更专注去去找 这样的一些中间的点 它 我觉得它其实是 对中文本身的一种丰富 它是 而且它带来了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 就是这种 这种话语体系的这样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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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陌生化 就是重新来建立 把熟悉的东西放在书上 但是呢 它又是对书写的中文的一种 很 很抑郁风情的也好 很地方的也好 的一种 新的丰富和补充 所以现在在做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方言 就是有地方特色的中文的写作 所以你把自己叫做相处 对对对 我是相处 那个电影 就是四川泛泛 蛮试图 对对对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谢谢 谢谢 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那好的 我们就跟李娟 跟李娟聊一下 我这个接触 就是我了解李娟的时候呢 我是在网上看到了好多媒体 大家 对她的一些称赞 我当时看到这些称赞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震惊的 很惊呆的这种感觉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目前的一些比较 比较流行的一些版本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李娟呢 她是新疆的著名 著名作家 这个给 刘亮晨老师 对吧 然后给您发表出来 那么她也没有几句话 她说 我会感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 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 那些会文章的人 不计会用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 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 而且今生活 深有感悟的人们 又不会或不屑于文学 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 得于真实背道而驰 只有像李娟这样 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 做人采缝 卖了小百货 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 但是基于兴起 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 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然后呢 这个王毅也说过 她说她的文字一看就认出来 她的文字世界里 世界很大 时间很长 人面的很小 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 那里的世界很寂寞 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 还有 还有也是说她这个 就说这个 舒菲莲说 这个李娟的出现 就像当年的萧普一样 是天才的出现 那么 我不知道 这个李娟你对这些称赞 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你觉得他们说的 是不是真实一个评价 是不是真实一个 我也觉得 她朋友说 里边很 很羞愧 那也不知道很好 您是这个太谦虚了 也不是 也不是 我身太小了是吧 身太小了 有吗 有 有声音吗 可以放出门 好 行行 那您是在这个 新疆的二个座里边 生活 然后就是 这个开着一个这个 家事 不是 不是 那您给我介绍一下 您的居住 我在新疆出生 然后回到新疆 然后可能有个十 十几年 然后又十八 当季的时候 又回到新疆 然后那个时候就 就跟着我妈 可能干了一两年这样 事件两三年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写的 写的一些东西 那样子 以为我一辈子 一辈子的事件 回来那其实不是的 不是 那您当时这些文字是 是怎么样有感而发的写出的 怎么有感而发的 不是 刚才那个 颜柯说的 她的名字的事情 我想起来 我自己真的是 和她是两个极端 我刚刚出生的时候 我妈 她发誓要给我取一个 全国独一无二的名字 最特别的名字 然后她发现了词典 然后我取了那个 你觉得 你觉得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 全国是 这个 使用率一半秒 哈哈 其实 英文杰的名气 这个使用率 会更高 我想 然后就是 完全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家完全没有 那么一个氛围 嗯 我妈可能她有一点 有一点文艺的形象 但是完全 就不是那块料 哈哈 然后 然后 我外婆呢 我跟我外婆 想到了她 不认识 不识字 不识字 不识字啊 然后 我觉得这个 命运很奇怪 我就这样 早大了 然后 从小没有立志过 要做作家 没有想到 小的时候 我当时也很喜欢阅读 非常喜欢 但也没有读过 什么 靠谱的书 哈哈 都是一些很流行的 那 那 就是那种 嗯 啊对 看完了 不好意思 然后 就是一些 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书吧 嗯 一些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影响 但现在我觉得我 还 还挺像样的 很奇怪 真的 不停的改变 不停的否定 多见自己 然后 我怎么写出来的 真的 真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自己也不知道 这些文章是什么 怎么创作的 我知道吧 慢慢写 但是我不知道 那你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挫败 然后 或者说 你一直坚持 我不知道你说 挫败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你写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要发表 然后被拒约 哦 这是经常的事情 在的时候 的确是因为写得不好 我觉得 然后 嗯 当然我对我以前的文字 通通都不能认同 嗯 嗯 虽然很多人都说 写得好什么的 嗯 我觉得 可能那种高要求 让我骗得不够了 我做了 那您对你现在的这些作品 就是哪一部 你是最满意的 没有 没有特别满意的 哦 没有特别满意的 嗯 是的 如果让我从你写的话 我觉得 嗯 不说写得更好 但是起码让我个人 感觉更符合我 更支持的心意吧 嗯 那您目前比较满意的是哪一部 嗯 你觉得 你觉得可以拿出手 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因为你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嗯 嗯 我觉得 我往下写的可能会好一点 嗯 前面的呀 我从我课是吗 不是 不是 我我我都没有给人说习惯 因为真觉得 好像 嗯 哎呀好像好像 对那些赞美我的人是一种 是一种伤害啊 嗯 嗯 没有这就是有一个 内部的视角和外部的视角 我最近在写一个连载吧 但是写的很慢 就像我们家种地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写的还 不说写的有多么 嗯 比以前有多么好嘛 但是我觉得 嗯 我特最自在 最舒适的一种写作 嗯 而且最能够很 最轻松的一种 轻松的一种写作 那您现在这个写作主要是 这种散文类的 还是 天 您把自己归类 归为什么样 什么类型的这个作家 就是 主播的方面之上 好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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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觉得这个乡土文 觉得这个定义一下变大了 其实我的文字非常窄的 我只写与我个人有关的 嗯 与我个人的生活 个人的观察 个人的思考有关的东西 嗯 嗯 他们都说我去哈萨课 其实不是的 我只通过去哈萨课 就写我自己 都是很窄的一种一种面 没有什么 开课的主题呀 什么很大的隐藏性 什么都没有的 你这种东西可以 可以把它看得散完 水底 或流行的那种 把飞去够什么的 嗯 与你是不是在写的时候 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 没有想过去影响别人 或者什么 嗯 还不是这样吧 嗯 哎 这个 我怎么说 这个 这个 反正写作 也是背景心肌心死 或者心肌的一种事情吧 嗯 也不是那种 真的是就是 你不是真正的随体想到什么 就真的随手写 那样写的很大 写的不好 那样写的一切废话 那样写的一切废话 那 你真的是很 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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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的写的 像你刚才谈到的那种 刚才那个帮演的问题啊 其实新疆也有很丰富的帮演 可是我写的时候 我就刻意的把它扰到我 我 我 因为我觉得帮演对我来说是一种表达的 那样 表达的一个档案 哦 对你来说是表达的档案 对对我渴望我写的东西 我这些人能够直接最准确的接收 所以我就写的时候 真的是很被一心思的 嗯 我本来也不是能够看他二趟 能够脏嘴就 就 这就很大 对 就是还是你要你要进步课的思考 然后去打磨 然后呢 是的是的 很讨厌 很讨厌 嗯 那天我们在瑞士里的时候 然后 然后李娟也是就 每次看李娟在台上被审讯 我都推在口 但那天我们在瑞士里的时候做活动 然后 当时宋教授说了一段 我跟你他他他他他讲说 他他他讲说 李娟的文字里面是 是 因为我也是他的读者 我特别喜欢他的文字 他我 我我第一件事就买他所有的书 然后买了送朋友 然后自己收的 然后 李娟的文字里面是 就是特别有力量的 他的文字里面有非常大的力量 而且非常的书写 正是因为可能他把 这是宋老师我不是我说的 正是因为他把这么大的力量都放在他的文字里面 所以他本人在表 他的本人好像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直问他说你要表达什么 你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可能他在表达在那个文字里面的那种力量 所以 下面的朋友们如果没有看过李娟的书的人 请抢威胁 一定要看 因为不开始那些是一种合适 没有 没有 那因为我把这个消息发到我们这个朋友圈以后呢 就是我就看到他们有的人就说 就说从这个国内来纽约旅行的人 那么这个行李箱里面如果有一本是中文纸质的这个书 那么一定有一本是一定是李娟的书 所以就是特别特别的火 所以呢今天我本来是特别期待这个李娟能跟我们多说一些 但是这就是像颜哥所说的 那么他把他更多的思想更多的这种表达 通过一种文字的这种这种媒介来传达给大家 让你从这个文字的这种张力也好 这种多层的表达和多层的意义中来感受到他的那种心 可能所以就 您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们这是很随意的 那 梁老师 您作为学者 您对您自己的这两部作品 您有一个什么评价 就是说您又是学者又是作家 你说从你作为学者的角度 怎么谈您 怎么来评论您自己的这个作品 紫园是慈善中 这个谁也不敢评价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我什么是样子的作品 就是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显然太过可可 我这几年其实占点凌鸣了 然后我前天还能讲就是 写完这两本书 我是2008年做的调查 然后2013年写完 然后写完之后其实非常空虚 然后 觉得自己在干嘛 然后 好像是很道貌爱人那样 然后回到了家乡 然后写了一个很沉重的故事 然后这个 就是 那所有人都说哇 梁老师太怎么怎么样 你看你 你是一个过着舒适的生活 然后还回到家乡里面 做那么颠覆的事情 好像你到的很有制高点一样的 但其实特别羞耻 我觉得这是个特别美意思的事情 也如果一定要这样才说的话 嗯 嗯 同时其实你在写作里面有很多问题 嗯 所以我就花了有 我 我13年写完初遥文件之后呢 我自己又回到家里面 然后我沿着我家里面 然后河流 然后走了十几分时间 跟我的家人一口 然后去聊天说话 就是一方面就为了修复自己 因为我觉得 在当代的写作 其实都是有一种 窃取者的一种东西 你窃取的那一段生活 嗯 然后 你让别人看到了某种东西 其实这个生活 它并不是一个欢迎不悟的生活 它甚至是一个 它里面有种难以承受的东西 虽然你可以把它写得很轻松 嗯 而你自己又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你也获得了名 获得了利益 是吧 你的两种人的生活 没有你 因此一点点的变化 所以这种修复感 其实我觉得是难以难以去除的 嗯 但它又不断的行为 就像今天也 其实我也忘了很多 所以当时觉得自己 就好像得了一个抑郁症 然后就是 后来我刚好就是 因为我去不来美国 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时间 嗯 我只写了一篇文章 嗯 就是写着艰难的重返 就是对我自己重返互相 这五年来 我的写作的勇情 我的资深的勇情 以及文学与真实的勇情 然后做了一个考察 我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 其实有一方面就是你的 因为你的视野可能遮蔽了 这个所谓的相互生活 或者什么样的生活 我的本身 因为在我的两本书里面 我严格的同胀 跟着这个虚空 我是一个相对真实的形象出现的 所以你必须要面临一种 一种靠问在那里 所以你到底是干什么呢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上来 来和这段生活发生的关系 你真的做到你的这段关系 是一个平等的 完全常态的存在吗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今天用笔来写文章的人 因为你的文章是要被传播的 就像里面的动物场 它是要传播的 至于那边生活有关消失了 但是你传播出去之后 别以为这是逼真的 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时间的流逝 跟你这些这种关系 与你自己进去的时候 那样的那样的关系 所以我 我是觉得 呃 你刚才是什么呀 哈哈哈哈 你自己做点比赛 对对对 然后自己做点比赛 然后自己做点比赛 对对对 我觉得我写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现在不想出来的这两本书 然后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就是 就是在这两本书里面 因为我有个果的形象 我觉得果 嗯 其实是 嗯 就在第一本书里面 有点过于轻调 在第二本书里面 有点过于的这种 过于沉重 因为在第二本书里面 它面对是一个更庞杂的生活 我要跟着我梁东人 然后到西安 到青岛 到内蒙 然后到广州 到东莞 所以你看到是一个 特别庞杂的一个 一个社会的景观 然后每一个人 跟社会方面关系 不一样的 跟城市 跟当地的人 跟这个制度之间的 充断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 复杂的矛盾 其实我没有办法处理 包括在这里面 尤其是情感的第一 也没办法处理 比如说我到西安 然后我在这个 成城村 他们的村村里面住 然后住一间小房子 然后我就在 电话堂上一会吃饭聊天 然后一会住的时候 他们就在厕所里面洗菜 然后厕所也很脏 然后旁边有个小水池 所以这能够你吃还是不吃 这就是个大问题 就是当你真的 跟生活面对 就像李渊那天讲的 当你真的跟生活之间 发生直接联系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以我们现在的 就是你的生活 你是吃不下去的 就是实话 因为你必须看到 那个 那个马桶那么的脏 它就在旁边咸 那然后洗出来菜 他在这儿切成弄弄 然后你中了 那我当然是要吃 你必须要吃 就是这种心境 你写还是不写的 就是你写出来 为什么要写 这是特别考察的一个作者 所以我最后 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这样一个人 到了这个地方 你就是有矛盾 就是这种矛盾 实际上是你自身的这种 就是这个社会也给予你的 和你自己那种观念 和疏离的这种 所以我还是真实地 把它呈现出来了 但寫出来其实你又非常的羞耻 你本来可以遮蔽自己的 把这点遮掩过去 但是其实你 我以为还是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 但另一方面其实有的时候 寫出来之后可能 就是因为你的感情 可能会遮蔽了这种生活本身 这个故事本身 因为他们是在欢笑的 我也是大小一对的 然后吃着喝喝的 然后也挺开心的 但是寫出来之后发现 人们更多的关注我 就是很多组织 分头有关注我这种心态 反而当然也不是完全 就是反而他们的生活 反而被有一点遮蔽 我的情态的强度 遮蔽了在某种意义上 稍微遮蔽了这段生活本身 并且我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的感情的强度 可能会带来某种特别大的这种矛盾 就包括我在书里面 最后写了一个小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对我说太刺激了 就是写了一个乡村的女孩子 然后被一个老人就是侵犯了 然后也找到了我 然后是告状了还是不告状了 就是这是个 现在我们心里经常会 很多这样的事情是吧 一个留守孩子 被一个老人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 我们按照我们的现代婚姻 一定要去告状是吧 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再乡村怎么怎么样 但你真的面临这个孩子 面临他的奶奶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选择太艰难了 所以怎么办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写出来之后 我是觉得 为什么不满意呢 是因为我觉得 太艰难了 就是我 后来我觉得 我不应该把这个艰难过多地呈现出来 但是我的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是虚拟的 我没有说是真的是把那个人写出来 或者把那个名字寸装 我都有遮蔽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 它的存在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作为个人没有办法解决 这种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心情 你该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 这里面的拿捏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就是你拿捏的不好 可能会造成一个特别 给读者造成一个特别不好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冲气 这一点我觉得我始终还是 就是很难去把握的 另外一个层面 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在写农民 我说这农民严格的体现不一样 在写农民的时候 拿换很成人的作家 你会发现的都特别符号 因为中国的社会的形态很固化 我们的认知也是被固化 你也不用这样的固化的心态来写 你所面对的生活长征 所以这点一定是要打碎的 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作家 当然我也不年轻了 所以我们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任务 就是我们要重新打碎 我们之前的教育里边的一种 或者我们之前的认知里边的那种 一种固定的概念 包括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断给予我们的农民工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看我们的农民工啊 然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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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没没没 矿烂了然后农民物天抢地啊 然后这种东西实际上特别新文化 特别景观景观化的 做鸭门统在非公司鸭门统 就是景观来写歌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 李渊非常好 就是他的他的他的文章里边 有一种天然的东西 那就是生活本身 嗯 就是他也带着一种 一种特别新鲜的眼光来写 就是他有他的一个 特别新鲜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他无意间反而 他当然也认为他进入了一个生活的 某一个内部的东西 这个内部是是人的一个 资深的生活形态也是非常棒的 那他一表扬 李渊有爱 我不知道他怎么别人表扬 他一直这样子发愁 用天然的回忆了很多的东西 才呈现出这种状态的 嗯 因为个人的情感 个人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很平小气的 也就是不值一提的 很多个人的图 嗯 所以我就没有写 所以要是说 呈现的时候要把它 刻意地回避掉 嗯 但压抑的又很渴望 嗯 找一种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嗯 找不到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趁今天这样有机会 然后我跟各位作家再聊 来 你好 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有请法请说 嗯 你刚刚看到这个节目交的 就是 你刚刚顺便发布这个 应该是我发的那一条 哦 是吗 就是 嗯 嗯 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张诗写 啊 李珊老师写 那一张词之后 就 我读完之后 我就没有再读 就 我不敢心里再读 就 我决定 本子里有很深的打动的东西 嗯 嗯 刚刚刚上就是 我这个药房 他的 他这个趋势 就是 光有想到的这件事情 哦 所以说 所以说 他觉得他写的其实很窄一点 他也没有什么实力感受 神经不公平大的 但是我觉得 嗯 但是我觉得 有 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 他可能也 也许 我猜想啊 他写的时候也就是 抒发自己的一些 心情怎么样 但是 其实无意中 可能是相对很多 地理上 空间上的东西 打动到了 另一个人 嗯 所以我就想说一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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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 对于 你所爱作家啊 就是 就是 我們已經開始了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講溫能理論 邊有溫能 有年期差距 至少年到現在為止 我也看看這三十年 終然沒有三十年 看那個變化的感覺 跟美國的從大部分現在慢慢 跟中國成功開始 我有問題就是 現在大部分美國的作家 中文就一樣 他可能不覺得 可能不租不了這個十大陸墨 怎麼寫出來 人家在說的東西我也聽不懂 但是作業比如說你四川就這樣 比較有必需性 就是廣東的或者別人 看不看得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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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英共同學 我感覺是 你這個十大陸墨裡 租不了其實很淡 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世界大陸墨裡的大陸墨裡的專題 他存在一個學生 舉個例子 他存在一個人出來 奧西蘭基金 管理幾十億人的基金 這是一個人物 這都種土著 中文根本做的 根本沒有反應出來 這就是一個 滿意大利花道 你看看每次怎樣 他每句話都來生活 這種是學中文系懸導文 你們為什麼就是說 中國的國家這一群來講 寫的是不是比較 我是看 我是不喜歡看 看兩張 比如說話和莫言在人 話和黃龍在人 他們都來講很 就寸語言 寸文語言 沒錯 你們很有關係 但是這沒有反應 中國的那種變化的實態 跟藝術的東西 就是我希望能談談這段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就是什麼 例如說中文字的幾個變化 真的很大很大 就是說你們寫的反應都是 就是我覺得就是 太講座了 因為武漢美國很多 一些英文作品 它反應是大場面 它的文字雖然就是很漂亮 不是很 但是看下去 一直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很有很感人的東西 在這個意思 那您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我 因為您講的這個 我們三個都有點不知道 能不能理解到 我按我的理解 講一下吧 我覺得就是 其實您剛才講的 就是說 您舉的那兩個例子 就證實說 您就剛才兩老師講的 一件事情 這兩個事情是相對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寫作 我們就文學這個東西 它是不一樣的 雖然它是用文字 來記錄 來寫作的這個形式 但是它和新聞 和演講 是不一樣的 而可能 我們現在很多 咱們講到 我就說 想要做的是 去反新聞 反大的這個東西 包括您剛才說到 時代其實挺巧的 我前兩太在波士段的時候 雲花老師在私下協聊的時候 講到這件事 老師說 文學評論家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希望 作家去反應時代 其實我們作家 是不用去反應時代的 這句話 我非常贊同 並不是說 我們的作家 不能反應時代 而是 楊老師剛才也說了 我反正想買的 做了一個包袱 所以說 我們作家表達的是 人物 就是說 或者我說我自己 把我寫小說 小說表達的是人物 表達的是 一個人物的 具體的人物的生活 這個人物生活的細節 和這個人物生活的 甚至是日常 這些東西可能 在現在看來是很重要的 但是 實際上 在無數的這樣的一個 人物的表達的結合 它就是這個時代 所以 作家不表達時代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我們的 並不是說文學的後果 而是說文學的來源 文學的來源 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我們的初衷 一定不能是 我想要表達時代 如果一個作家 是抱著這樣的心情 我自己來 如果我自己是抱著這樣的心情來說 我要表達時代 我來寫這個東西 那我真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作家 我就立刻可以 丟在這個筆 去寫了 我 我都不用去寫 我就知道 我的這個作品 一定是糟糕的 我作為作家的這個狀態 一定是糟糕的 因為時代這個東西 可能 如果跟您剛才說的有關 它是很宏大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 任何宏大的東西 就是 怎麼去屠龍呢 一個要去屠龍的人 得先從 筛機開始 所以 所以 但 就像你說的 可能 我不知道你說的 您覺得英文的作品 裡面很好 就是什麼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 我是不是說 從這個空間上來講 很大小的關係 它就是說 我認為一個作家 非常想要 就是 著急的說 我現在是 咱們是2016年 我馬上寫一個東西 表達一下 2013年在這個世界上發生的大事 這人也 就如果是 就是在時間上 抱著這樣的一個急迫的心情的創作者 即時文學也好 就是 非虛構也好 虛構也好 這人也一定不是一個好東西 我現在這麼想 我就先把筆割下來 可以補充一下 您說的 屬於成功學的 那範疇 不是 我意思是 因為 這關鍵問題 就是說 即使 其實你寫的東西 我覺得 重要 我們 時間有限 我們請下一位提問 好嗎 我想問一下 李娟 因為另外兩位 我聽的就是 創作動機 我覺得都挺明顯 你今天就說 不能I understand 為什麼你要拿去旅行 但是就是 因為你這樣文學 不是特別了解你的經歷 但我 如果你的這個大名 非常那個什麼 非常 遺憾 我還沒讀過你的書 但是我想 你會要讀的 但我就覺得 聽你這個東西 我就是很模糊 很 就是 就是 就是有點 不是特別能理解 那你當時 為什麼要有這個 這麼 因為創作這個東西 並不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 拿幾皮來就行 這個肯定是 還是要就是 一個艱苦的過程 而且就是說 你這樣是 如果對自己 壓力比較高的話 肯定是會 有過一些 就是 算你說的 磨奈 或者怎麼樣 就是 是一個挺艱苦的過程 就是說 你要肯定能堅持 就是有一種 強烈的欲望 或者在裡面 想知道一下這個 創作動作 對 什麼東西 驅使你能 就是這麼 這樣 去做這樣一件事 我覺得 之所以 覺得 我覺得 我說的很茫然 很模糊 其實 我自己也這樣的感覺 我沒法說清楚 但是 我真的是 很奇怪 就是命運的東西 我從小 就想寫 一二年級的時候 就想寫 就想當我一個作家 因為 因為你也並沒有那種環境 如果像 嚴格這種 我聽他的情 結果到最後也就是 自然而然的 就肯定要拿幾個環境 還是有原因的 那原因特別小 特別多 只有我沒法在這 慢慢地說出來 很想很想 更大原因 比方說 我媽的心跳 我得給她寫信 我的信寫得好了 她就表揚我 很好 很好 我的老師都不太喜歡我 我小時候不是很好的學生 但是作文寫得好 老師就會表揚我 可能就出盡一個原因吧 然後慢慢地 時間久了 我又變成了一個 做不好其他事情的人 然後 這就成 而是最加分的 我本人也是很笨多的人 然後文字上還有點小聰明 然後我們慢慢地就 當然不只是寫 很奇怪的 這些人 直到我到二 三十歲左右的時候 才慢慢地 我覺得我的寫作態度 才成為一個 嗯 怎麼說呢 就不是那麼功利化吧 就開始為自己而寫 為自己的 完善自己 為了自己的一種 個人成長 或者什麼 為自己的一種 那你受過正規的人學方面的訓練 沒有 我覺得我從小閱讀 從小寫 也是一種訓練吧 可能不這麼正規 我沒有上過大學 嗯 那你覺得就是說 讓達到今天這個 高度這種東西 那是什麼趨勢 什麼東西 就是 但是我覺得 你心裡得有一個 比較高的一種眼光 或者怎麼樣 你的東西才能 就說起來才能比較高 這個東西是怎麼讓你到 我覺得可能有些東西 確實是這種 突然是挑人 突然是挑人 突然就這麼認不了 不是那麼認 突然想這麼想 突然喜歡這個 突然喜歡這個 不喜歡那個 就像你說 比如你看你 以前讀過書 基本上都是 不能稱之為 什麼正經東西的東西 但是 我很難理解 就是從這方面 你怎麼呢 雖然我沒有讀過什麼好書 但是我讀過一兩本好書 我讀過了所有的不好的書 對我來說 也是有好的印象的 嗯 他讓我寫錯 不能那麼斜 哈哈哈哈 那一兩本好書 很多 很多的一兩本 很多的一兩本 哈哈 多很多大量的垃圾書 突然又出了一個很好的書 真的是一個 我們去 課本上的書 叫做什麼書 或者是 我記得 比如說 初一的時候 我看小王子 我也特別好 我之前都不太好 我看到 我看《王子》 看《王子》 還有我看那個 《孫妮》的 那個 甜不甜的 對我眼神還大的 一個刺激 我覺得 我覺得 一點點不就 這樣 所以很多人 稱他為天才作家 對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 就是天賦 天賦 或者是 在你的這個命運的 走到哪一個差距 我們在一個 就是在环境下,可能就开启了,走向另外一个窗户,这样一场。 你别把底层块太当真,他说他没看什么真实的东西,我就信了。 哎呀,我都不愿意信了。 这是一个很欠信的人,对。 对,他真的是很欠信。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没有解释的解释。 其实肯定是必然有一种必然性在里面的从偶然性。 大家只是看到那个偶然性,但我觉得其实背后有很多必然性。 有很多故事。 对,有很多。 这个我相信,但是我深受不清楚。 对,是。 清识。 对,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文学的一种。 好,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吧,好。 哦,其实我有三个问题。 可以吗?三个问题。 您是,就是,这对每一个。 其中一个问题是给李正老师,然后另外两个问题是给他。 所有,就是三位老师一起的。 就是,呃,李正老师是因为,就是,我连学时时很喜欢您的书。 那,他都是我曾经然后看过。 有一些,实在是,好像没有找到。 就,就没有看到,所以只想去看。 然后呢,呃,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您的书,是因为就是,那里面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就是,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是,不卑不抗的。 就是,呃,比如说有些作家他们在写自我经验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挺矫情,就是看不下去。 但是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想到那边的问题是,呃,我刚刚是在想要认识什么问题,因为我很多内想出来。 然后我就在想说,呃,您我想知道,对于就是中国的一个,对于小数民族的生活的一个描绘的书籍。 就是,是,呃,有,啊,怎么说我是觉得,好像很少。就是可能我自己也看了很多。 然后尤其是来到美国,在里面待了两年,就更加很接触到。 嗯,因为我感觉就是,中国就是有很多描述的地方,就是比较集中化,会,会在就是东南海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的地方来的作家,他们描述的自己生活的书会能找到很多。 但是真的,是越进入内部,甚至到了沙南沟、西新疆 西兆西兆,这样的,我就很少能听到一些当地的作家的书。 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就是对,您觉得就是,您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不妙。 就像您这样描述,新疆生活的作家会比较少。 然后您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就是说,应该要更多的人去写这样的生活。 让更多的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也能够自己解决他们的生活 然后另外两个问题我想一起问一下 我们就让自己解决时间 就是想给隋蔡老师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在美国这边有用英文写关于中国的故事 就是其实简单的就是我是一个记者 用英文写的故事而已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其实写中国 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 我也只不过在写一个local的故事而已 就是美国当美国的作者 他们如果比如说美国记者 他们来自一个很小小的城市 当那个城市没有人知道 然后他们这个地方的人 如果要把当地的故事写给全美国人的听 他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他有一个能够拎出当地那个麦克的名利 才能让别人可以感觉到为什么这故事很感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写中国和写美国小地方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有这个难度在哪里 然后我想说就是两至三位老师 因为都是写自己的乡族和生活 那怎么你们是有没有觉得有着克服困难的过程 就是如何让全中国的人 就是你或者说全中国学习 用这么多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 理解得到凭当时你就是这个乡村 你所想到的东西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书 有没有给自己当地的人看过他的什么反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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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女生 她是为什么小秀民族的那个 寄责的同期 我是一个新疆作家 我在新疆生活 其实说实在的 就我生活的那个地方 也很多很多这样的文字 很多写的小秀民族的文章 小秀民族文章也罢 看作也罢 因为那本土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题材 可是我们那一天的一篇空白 好像没有着空气说 好像很着空气说 为什么就出不来呢 我觉得我认为 最直接的原理写得不好 我对不起 新娘都这样 只是文笔当时不好 还有派文当时不好 就把他们写作当那种去 猎奇的炫耀的 甚至是一种 举高比较的态度 而且写的东西 反映出不起 至于小说明 他们本民族的作家 我相信有很多很好的文字 很难得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视角 可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也是个问题 这是大名是 这是很肆浅的一个见解 也可能还有别的 好的 那我们再请 我们再选一个 选一个合选 说是我创 我不知道我 我现在一天不看 他说是啊 这个中国的故事和这个 这个美国的故事是吧 如果把线当地的线 让更多的 对 我觉得其实每个写作者 都有一条自己的线 比如说 其实几乎所有写的都在 思想跟自己家乡 就是都要不到自己家乡 不到自己童年上 生活的地方 找到一个线 这就是情感的本源 就当你写的时候 你一定会最初 最先往以最初的写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也会以最重要的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怎么样 你推销线呢 我觉得这是跟你个人的 企业是很大关系的 就是 跟你个人的企业 跟你个人的理解 当然我觉得 首先是对人的理解 就是你怎样理解 这一块土地上人的状态 然后才是一个社会部分的 比如说刚才延哥讲的 这个语言的问题 是吧 因为你对人没有感知的话 你是想不到他 语言的问题的 也许是对这方的人 非常鲜活 那他说话的那个形态 他打开又说他什么样子呢 然后你觉得非常好玩 非常有趣 当然你可能非常痛苦 是吧 你觉得有一个人 他没有一直这样 影子一样 一直绕着你绕过去 然后你最终有钱 你拿起笔来洗了 所以我是觉得 首先你一定对那个地方 它是有一种情感 不管你爱也罢 正也罢 总之你得有情感 你得有表达的欲望才可以 否则的话 你会稍微不见的 因为每天我们见很多人 很多人我们都稍微不见 很多种生活 在我面前留过 我们都不会在意的 但可能我们要在意的 就是跟我们的心灵有碰撞的那一块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指的是别人 如果说你要表达那种生活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感受 感受那个地方的生活 然后呢 我是觉得除了要对人本身的命运 有所理解 当然你需要 比如聊三礼物 你需要对一种社会 在你会有个大致的考察 或者是有个大致的理解 这种理解首先是跟你人有关系 刚才我们所说的 人与时代的关系一样 因为那个老师他一直抱怨 这个中国的作家 可能对时代是没有 没有所作 但其实我是觉得 可能也比较片面 有作家都写 有作家写 因为这个文学设计 有各种各样的作品 有些人就写自我 这个自我可能有些人 就完全内化一个自我 比如说像 像普鲁斯特的 《注意事业年华》 写的不就是他自己吗 他自己 然后他不能去住了 然后待在家里面 但难道不是一个法国社会吗 也是很好的呀 只不过他更内化 有他的视野而已 中国作家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作家说 写的是一个真空的成果 怎么可能呢 只要是人在说话 他说的就跟这个时代有关的话 只要人在吃饭 他吃的一定是面包 或者面桥 或者山东馒头 对吧 一定是跟时代息息相关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 你当你写到人的时候 人的所有的举动 人的所有的这种 这种关系 他一定是跟他所处的 那个环境 相关系的 不管这个环境 比如说一个人抗拐签 然后一个人去 他很幸福 每天跳广场舞 广场舞难道不是中国最大的成果吗 是吧 这难道不失败吗 这多实败 是吧 那些大妈妈 简直像疯狂了一样 那么的舒展自己 太过舒展了 我们走在那个大江项 第一步 弄到你 就感觉 太好 挺正常的 这多实败 是吧 这也是一种 对对对对 马云市的话也是一种实败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世代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马云只是一种声音 马云的话语就是他的 我觉得你现在说这个马云的话语是多么生活呀 这是 只是一种生活而已 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话语 我对其他来说是 这么年轻的那种 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 对对 我是说的可能就比较太 太骗 你说这可能是一种向上的样子 对对对 看出这些律作家 对关于来自生活 也就是这个实败的东西 对 有人是爱生活 你不是爱生活 因为 因为是爱不是爱 它都是一种生活 我觉得一个最佳 它需要把这个世界的权项 就是通过各自一的写的重演出来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这是一种 写作一个时代 实际上的精神 并不是自家全部的任务 其实 你那个写作失败 也是一个自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一个繁华 在一个盛世里边 写失败 写绝望 写一种平淡的 写为共的生活 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把我们所遮蔽的普通的人生 我觉得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呈现出来的 因为 因为普通的人生 它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一个公威要素 就能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给大家 有好人看过你的小说吗 有当地的人看过你的小说吗 对 对 这有需要我给大家 对 因为你们刚才都对自己 写自己当地的小说是在离开之后 然后觉得自己肯定 你们自己 评价自己觉得好像没有 跟他们 就是觉得自己是从旁观的 这是我的问题 不是 应该不是严格的问题 因为严格我觉得 他得到他来回答 就是我是因为在写两章的时候 我是用一种所谓的废墟的方法来写的 就是你有一个真实的词在里面 就是不管你是文语的词 还是社会生活的词 就是你是一真实之名在写作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确实 必须要面临着你的书写人物 跟你的所写的人物之间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 我写的那个人虽然我都罢名了 但如果你真的读下来细细考察 细细盘查 是知道你写的是谁的 你是会找到这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他 或者你怎么样去 去场谣的去让他承认你的写作 当然大部分时候是他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这种不知道公平不公平 我觉得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只不过你要深忧你自己的话 我觉得一个写作者 可能需要严格的盘查自己 但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你在写的时候 就像我的家人 比如说我去西元采访 我的堂哥就非常开心 非常骄傲 到时候领着我说 这是我妹子 这个狠男话 说他来写我们来了 他非常骄傲 他也不知道我写的什么 但他知道你做的时间正经的事 而且就这样够了 你没有再瞎弄瞎死 我觉得这一段评价 已经足以去超过了 你的一切的那种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村庄大部分老人 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 我们村庄相当于我们年轻人 到处买我的书 拿回家送给我们的村支书 我的书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你看你 这多好问题 怎么怎么样 当然 我们在现场去 你看到我的书 非常不开心 然后有一点我就没有回家 因为我觉得我要回避这个问题 万一他对我的姐姐们不好 怎么办 因为我们 我的大春七起来在家里面生活 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万一这么什么影响都不好 这是太不好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我就回避了一下 但其实后来我会见到 有些人出去 他还是挺开明的 他忍着他的不高兴 然后高级的接待了我 然后请我吃了一大盒的菜 然后一边 他怕我写信息 他怕我写信息 对对对对 但后来他也掉走了 所以我也挺轻松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原哥你有感触吗 就我都那一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那个 你说第一个那个什么 大的中国和小的小镇的问题 就是 其实 我认为 我知道你可能自己也就写作 但我认为每一个 就是因为我其实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或者我现在男老师 咱们所有的人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但我相信所有问题这些 所谓的大和小 近和远 为什么你会选择写这个东西的人 可能都不是自己做写作的人 真正自己开始拿起来 要创作的人 要写作的人 这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木匠 你一定从你旁边的那片树里面 踩完木头来 来坐你要坐的桌子 你不会跨过河 走三十里地去 扛一棵树回来 坐那桌子 你旁边是有棵树 而且你对你旁边的那棵树 你也更了解它 这是一件非常自然而免的事情 你选择一个什么东西来写 然后你拎出来一根什么线 就是说 因为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别人问这个问题 都是吃菜的人 吃菜的人 有了这个 说你这菜的摆盘 你这个菜怎么怎么样 但真正做菜的人 可能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而且做菜的人 最后菜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他被吃菜的人感受到的东西 有的时候并不在做菜的人的考虑范围内 这是为什么 这男老师当然是文学评论家 我一直都觉得说 文学评论家说出来的话 我都听不懂 但是我们作家之间互相说的话吧 就都特别的贴切 我经常跟作家交流 但你也是说 双加 跟作家之间的交流都特别贴切 我说我 我经过的在文学上 对我最大的帮助的话 是有一个女作家跟我说 女的老是坐着 特别是熬夜容易腿肿 记得写东西的时候 把腿抬起来 多喝水 记得上厕所 我觉得这是在我写作试下 就是 别人给我习过的 最有用的一个事情 就是坐在书 不在书 就特别实际的话 然后 至于说 那个什么 我们家的 我们学校的人 很 就是也经常看我写的东西 然后 但我发现 我这个男老师妹刚刚自然 因为恰恰因为我是虚构的 但是呢 我虚构的里边 其实 它肯定是来源于生活的 我可能这么 这一个人物 有上面五个人的事 于是就发现 有一种互相大家之人 我 因为我写的 比如说 我们家 那个是我 一个长篇 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小镇 叫平洞镇的 就实际上就是皮线 那么他们有一个豆瓣酱厂 就实际上就是皮线豆瓣 就是皮线豆瓣 就辣豆瓣酱厂的厂厂 就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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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然后天天骂脏话 到处包二奶 就这样一个很 很 很 很臭名昭著的 这样一个人 我回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在美国 写这个东西吧 在社会发了 发了以后 我回去 等于说我们家 至少是我们家的 那个圈子的朋友 都已经看了这个东西 担心我去吃饭 一大桌子人 各种人 在饭桌上 让我指认 到底哪一个 是我的 身相 所以他们互相都觉得 我写的就是这个人 那个人 他们就 需要我来指认说 你这主要原因倒是谁 然后 于是也变成了一件 非常 非常好笑的事情 因为我里边写的 那个人是我爸爸 就是那个叙事者是女儿 写的就是我爸爸怎么样 我爸爸怎么样 我爸爸最开始就非常 我自己亲爸爸 最开始就很不开心 就说你怎么写这个 我以后怎么办 很不开心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小说刚刚才 第一张是在另外一个 杂志上发本 那么他看了这个小说的第一张 只有一张的时候 他非常生气 给我写了一份大长信 我在美国把我骂了一顿 说你怎么能写这样的东西 你在美国每天都在干什么 现在能变成这样一个人 现在马上把这个小说改掉 不能再这样写 把里面所有的 脏话和性描写的声调 然后也不能用爸爸 会影响我的名字 非常非常生气 但是在这个小说 全文发表出来以后 就是整个小说发出来以后 因为我爸爸 爸爸也是幼年学习年 他看了整个小说以后 那个时候是我从美国回去 然后他来这场击我 但我知道他已经看了这个小说 我心里非常非常焦虑 实际上 因为他看了第一张生气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就自己写我的小说 我们俩就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我非常紧张 我不知道我爸会怎么样 然后我出去 然后他看见我 他就拥抱了我 然后我们就也是绕家长 回到家以后 坐下来他点了烟 然后抽了烟 说你那小说我看完了 我觉得写的还是很好 这是我爸爸 我就当时其实是特别感动的 这样 然后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小说的主角 叫做薛盛强 我爸爸现在就自称自己是盛强 盛强最近 他就觉得他是盛强 他就可以的 他就觉得他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很 在小说里面很数年的那个罢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 我们家 我们皮线的人都觉得 就给予我热烈的支持 随便是挺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家活动 这个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这个 原计划的时间 长出了半个小时 这个好像在我们这个 华美人们学会 这还是很罕见 不太高见的这样的一次 那么可见大家的这个交流也非常的充分 当然还有很多人还想再提问什么的 但是这些时间我们真的是只能再找机会 而且我想大家可能还有很多 比如说这种李娟老师啊 有很多的这种疑惑 对吧 可能会再去通过他的一些书 看更多的书 然后可能会了解他更多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了解的都还是比较皮毛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提问也可能会有一点点偏迫的 也请三位老师呢也会见谅一下 那么 总之呢我们今天的这三位女作家呢 都是从他们的这种生活 他们的这种创作出来 去生活 那么就像他们刚才提到的 你一定要先去找跟你这个精神上最亲近的东西 对吧 然后呢去抒发出来 但是艺术总是高于生活的 所以你也可能说完成了 就去找这个原型 那么我们再次感谢三位作家 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分享 给我们的庆祝参加 我们的庆祝参加 我们的庆祝参加 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这个方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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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